我们来看这只猫 这只猫祖数神经症状 然后Etatia大概一个礼拜 然后主人的描述他是突然的 这只猫非常非常凶 然后已经都变成不凶了 可以让人家接近 他完全不给人家抱 平常就不给人家抱 所以他大概描述抽筋就是大脑 然后他有流鼻血的话 我担心是影响到锈球 然后有转移到鼻腔 那这时候他就会喷鼻血 就会喷鼻血 我们之前碰过一只吉娃娃 那个都是恶性的肿瘤 然后眼症瞻Etatia 这都倾向于后脑的问题为主 他大概已经一个礼拜 所以我们一开始会先去看他的区别诊断 比如说这是歪头眼症瞻一个 Etatia一个 C9一个 然后这是流鼻血一个 这样 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就慢慢看 慢慢去帮你做筛选 然后比如说歪头还有眼症瞻对不对 眼症在中枢性就是所谓的垂直 或是旋转的眼症瞻为主 那眼症瞻有分三种 休息的时候Resting 还有Movement 移动的时候 还有Position是改变姿势的时候 有分三种 所以你最好要 视角先看一下有没有眼症瞻 走路走一走看看有没有眼症瞻 休息的时候看有没有眼症瞻 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这样 然后我们评估第一个一定是 比如说包括 包括耳朵有没有问题 脑部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系统性的原因要排除 还有最近有没有给过什么药 大概分成这几个而已 然后再来就是 他还有提到创伤 有没有受伤 反正创伤跟非创伤性 你这三个都要排除 那麦脱尼大肉是 麦脱尼大肉会导致眼症瞻 你知道我意思吗 他会眼症瞻 所以 因为有一派的人认为 就是说他只要感染 他就是耗氧跟厌氧 他通通包 那你懂我意思吗 他们就很喜欢给麦脱尼大肉 那当然比如说 你碰到Giadea 给麦脱尼大肉 无可厚非 但是时间不要给太久 不要给太久 所以事实上包括 干脑症的时候 你说要不要给麦脱尼大肉 不行 如果出现神经症状 你也不能给 他会让神经症状更明显 然后他通常 麦脱尼大肉 导致最明显的就是眼症瞻 所以你发现 这只狗给过麦脱尼大肉 然后有眼症瞻 那你就要把麦脱尼大肉停掉 我的意思说 他的眼症瞻瞻跟你给的 眼症瞻瞻跟给麦脱尼大肉 是有关系的 要注意这一点 要注意这一点 那耳朵的问题呢 在猫 包括耳朵有席肉 长肉牙 很容易有初学的反应 EMI 外耳中耳炎 创伤性的反应 这些都有关系 还有提到一个就是 未治疗的甲状性功能过低 当然这是狗 猫比较少 猫都是过高为主 都是过高为主 然后 所以局部性的反应 跟耳朵有关 跟药物有关 那这些都是耳毒性 安基配糖底这些 都是耳毒性的 TOPRA 红霉素 这是聚环类的 GENTA Streptomycin 耳朵 然后再来就是说 包括系统性的原因 或者是脑部的原因 大概只有分这几个而已 你系统性的原因 还有包括 初学 肝功能 猫要排除3F cushing 甲状性功能过低 还有包括心血管的危害 这个都算系统性的 不是耳朵 也不是脑部 这样懂的意思吗 大概只有分这三种而已 所以初学性的呢 这边包括Alechia Rocky Mountain Sport Fever 还有包括Boring Disease 然后 再来就是 神经学检查 当然就是考虑到脑部 考虑到脑部的一些症状 12对脑神经学检查 脊椎神经反射 知识反射 还有包括知觉 反射 这四个你要做 然后 血液学 血小板 深化 这是排除肝功能 跟拟血功能障碍 这些你要考虑 然后神经学检查 然后神经学检查 他并建议做包括S光 包括CT 包括Buller 就是内耳耳锅的部分 你要检查 然后T4 T4跟Colyson 我们这算系统性的你要排除 太低就是脚强性功能过低 正常化再往继续往里面走 这边提到包括听神经的肿瘤 内耳中耳的疾病 还有老年特异性的眼症瞻 然后提到血小板如果偏低的 考虑尾利器 对不对 这边 Ricacea Mountain Sport Fibia 尾利器 然后脑部的检查 这边建议是CT 跟MRI 通常像这种台北的Case 他都是奔的麻醉 要不然就是太老的 他麻醉有风险的才会找我上去做 还有包括 脑脊髓医分析 它含在这里面 然后排除肿瘤 这是GME 颗粒球性脑墨脊肌水源 球蛋白一定会很高 你几乎脑部的检查 所有的状况都排除了 然后代谢的原因也排除了 偷偷把它归成脑血管病变 这里 然后心脏你也要排除 心脏也要排除 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歪头跟炎症症 然后共济失调 一样耳朵先开始 使用的药物跟心脏有关系吗 呼吸有关系 这是缺氧的意思 然后 跟神经有关的症状 这边 TREMER 步态变大 这是跟 步态变大变小 这是影响到小脑 那神经学检查 这边包括 小脑 前庭 肌肉萎缩 还有包括 脊椎 TREMER 这是小脑 对不对 然后 这边考虑到小脑有萎缩吗 比有戳皮吗 糖儲存病 脂质儲存病 传染病就是FIP 狗温 然后影响到后脑的 一样要把 有机灵中毒排除 颗粒球性 脑墨脊椎炎 Mars Trauma 然后 前庭的病灶 包括 甲道性功能过低 就会有前庭病灶 Metronidaro 也会有前庭病灶 Olechia Rocky Mountain Sport Fever 这也会有前庭病灶 这是前庭 中枢前庭 然后 肌肉萎缩 这边考虑 是CK 跟T4 要验 然后 考虑到有没有 脊椎的病灶 肿瘤 Hernia 创伤 骨刺 还有脊椎 乘骨不全 代谢 这边是代谢 这是血糖低 甲低 甲高 滴钙 滴钙 滴钙的话是结合钙 小于6.5 质 贫血 Rotamia 低白蛋白 血症 你说白蛋白低 要低于2 才会附水 你如果没有低于2 跟附水 没有关系 还有高胆固醇 还有高胆固醇 血症跟T4 比较关 只要线功能过低 胆酸 这跟肝功能有关的 然后神经许检查 分两种 一种是非渐进性 一种是渐进性 这是突然的意思 突然来的神经症状这样子 跟Disk的Hernia Trauma 跟FCM 叫纤维软骨酸塞 症候群有关系 那跟血酸的原因排除 那是突然的 渐进性是这样子 跟前庭 小脑 然后这是偏瘫 还有下神经典病灶 上神经典病灶 秋金 跟Stuple Stuple、Coma 这都是大脑 鬼祖 这是Atassia 意思就是说 我们新操大概一定要做 代谢的原因就是 甲抗肝肾 凝血功能 耳力气 四合一 猫要排除3F 这可以的是猫 然后耳朵的问题要排除 过去的用药要排除 其他就是脑部 那边抽离到后 一定会引起 攻击失调 对 攻击失调 好咬 包括 眼睁瞻 都会 所以Atassia 事实上倾向于后脑 然后 我们的歪头跟眼症瞻 有没有 它跟药物的影响 跟系统的影响 你要把它列入考虑 这两个都要列入考虑 其他你又没有合并 Treamer 像这个Case还有Treamer 还有C9 还有歪头 还有眼症瞻 它四个通通有 这个Case 所以它要区别比较多的东西 那也告诉我它育后不好 还有它有流鼻血 所以随眼症 随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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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再来就是抽筋 抽筋的话 我们有刚刚讲过 有分脑部 就是水脑 肿瘤 脑压膏 这一类 然后一部分 跟代谢有关 抽筋 那一部分 是跟心脏 肺高压 跟心律不振 有关 抽筋大概分这四大的有益 那有的叫做中枢性 有的叫做非中枢性的抽筋 这边以分年龄来分 一到七岁八哥 九岁八岁以上是老年 跟肿瘤比较有关 然后创伤性的毒物 心脏 小型犬 直接走到第十 这边 考虑有机灵中毒 牵中毒 这样 然后神经学反射 这边如果是异常 异常 然后建议走到CT跟MRI 一样血管 水脑 这是脑炎 不管是发炎性的脑病也好 传染病也好 感染有关的也有可能 肿瘤 局部的发炎反应 这是CTMI 就看到 然后如果有分析脑脊髓液 有异常的代理主义 这里 病毒 阿里奇亚 范基 范基 细菌 寄生虫 GME 八哥性脑病 马尔基斯脑病 这都算是小狗性脑病的一种 然后八哥比较麻烦一点点 我们碰到的八哥育后都不好 然后通常会有遗传性 姐姐 妹妹 妈妈 我们碰过一家三口 都一样 这跟脑部比较有关系 然后跟脑部没有关系 你就要考虑一些代谢 或是原发性的点减 这个找不出任何原因 只要做脑坡图 再进一步去做区别 所以 脑部 我们刚讲的水脑也好 有没有脑瘤也好 GME 小狗性脑病 还有感染 或是发炎性的脑炎 这是脑部 那抽筋就是代谢中毒 你都要排除 什么肝 高质血症 肾衰竭 血糖过低 低血钙 低血钙 高血钙都会抽筋 钙超过14.6 小于6.5 0小于2.5 抽筋 钙太高抽筋 钙小于121抽筋 大于170 猫超过175抽筋 蛮多你要去排除代谢 事实上抽筋非常常见 只是你要走完抽筋这个流程 大概脑部只能靠脑部超音波或是MRI来看 否则你这个流程你走不完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光一个抽筋就走不完 还有刚讲的collapse也走不完 你如果不会脑操的话 这些都没有办法走完 应该是这样讲 然后再就是流鼻血 流鼻血这边考虑到发烧 所以有时候会考虑到是不是高血压引起的流鼻血 可以 狗如果收缩要超过170 猫超过170 会流鼻血 这是跟高血压有关 然后这边提到鼻腔分泌物或是流鼻血 下呼吸道系统的原因 然后或者发烧 发烧大概第一个要排除就是感染 变得超过%以上 如果肿瘤大概都会3-5%而已 3-5% 然后下呼吸道的症状都是呼气性的呼吸困难 呼气性的呼吸困难 这边建议你照X光去看 怀疑肿瘤啦 有没有肺炎 或是巨石道症 巨石道症有一半以上都是免疫有关 所以大部分球蛋白都是高的 然后吃什么吐什么 原封不动吐出来 这个才是巨石道症 然后有没有创伤的病死 流鼻血的病死 第一个考虑有没有恶劣 我们善恶劣 创伤有关 不管是先天性的或是创伤性的 有没有骨折的一些因素存在里面 要去考虑牙齿 脸部是否有对称 口腔有没有肿瘤 这样 然后肿瘤整个分良性的 息肉 还有包括恶性的肿瘤 感染是霉菌跟骨髓炎 这边要去做区别 黴菌跟一般黴菌的话 大概monoside就会上去了 Mono上升为主 黴菌 或是组织坏死 然后再来就是考虑 肿瘤有没有肿瘤 在鼻腔 然后猫要排除引包子囚菌 鼻腔型的 然后狗的话呢 这位都会建议做Smear Bioci进一步去看 也是要去排除肿瘤 然后同时如果有分泌物加上 有颈部头部的淋巴肿大 这样子 这边考虑到转移的几率就蛮高了 或者黴菌 Lymphoma 猫大概考虑Lymphoma 如果同时有淋巴肿大的话 狗的话这边传染病还要排除狗温 然后鼻腔通常你做的任何的培养 包括细菌培养 你养得出细菌的都是激发 不是原发 所以你背后的原因是肿瘤 你要处理肿瘤 背后的原因是黴菌 你要处理黴菌 我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鼻腔培养出来的细菌 都是激发 不是原发 然后流鼻血 你要去排除拟血功能障碍肝功能这一类的 要去做排除 然后血压除非超过170-175 会流鼻血 刚刚有提过 然后出血性的疾病 包括Olechia Recachia 这类最常见 一样要排除 然后环境 除非有一些刺激 过敏的东西 除非 所以这边大概就是流鼻血要排除什么 肿瘤 然后出血性的疾病就是Olechia Recachia 还有高血压的疾病 要蛮高的 要系统性高压 狗超过170 猫超过170 然后一部分的包括毒物 这边还要考虑到一些毒物的反应 这肌病应该是比较少在家猫来说 所以大概流鼻血你要区别这些 然后所以大概脑部的问题应该是跑不掉 大脑 小脑 前庭 所以他脑部一定是广泛性的病灶 我的意思是这样 第一个 一定是广泛性 广泛性我们分两种 一种是脑压正常一种是脑压膏 脑压正常广泛性病灶就是脑萎缩 帕金森症症 Abiotrophy这一种 然后广泛性脑压上升的 跟出血性的脑梗塞 跟肿瘤 还有包括血栓 这三个比较关系 你说什么 广泛性病灶脑压上升 就是广泛性病灶脑压上升的 有三种 就是刚刚讲的 出血性的脑梗塞 一定是创伤 再来就是血栓 再来就是肿瘤 三个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超音波 一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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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二十几 二十五 一创伤 二十五 然后有时候 事实上你是不是分不出来 哪里是一创 哪里是A创 对不对 你要从两枪次 三枪次 四枪次各做一次 你就比较容易去发现了 你不能只做一次四枪次 所以每个view 四枪三枪两枪 你都要采样二剪半一次 你就会看到一创伤 你看我们在三枪四踩的时候 我就看到 一波 A波 有看到吗 你看你在四枪次 你根本分不出来 哪里是一波 哪里是一波 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在三枪次就看到一波 跟一波 当然它的心输出也是不够 VTI才3.36 然后 LVCA才1.67 所以它算是第三级的心道病 光心脏左心 然后没有左动脉半狭窄 肺高到78 所以三到四 大概第四级心脏病跑掉 FS52 在猫来说 这样有点过度收缩 心跳209 过度收缩心跳又快 可以给低剂量的Atenono 不是手插那我都可以 然后它肺脏一样有 这叫B-line 就整片都是白色的 这是异常的 这个是正常 这个也是正常 这个也是异常 所以它肺脏确定有死 就是肺水肿 那你要分新阴性还是非新阴性 因为1除以1'超过12 所以跟新阴性可能比较有关系 意思是这样 简单的区别 再来就看脑部 这个是叫做下四丘脑下垂体中二体 就是下四丘的 我们要去入奥PDH 现在大概是看1的地方 6.84 在猫的脑下垂体 大概是0.27到0.51 狗的话是0.5到0.75 所以这个大小也算是超过 然后这边是算脑压 PI1.11 这也是都整个白色的 你看这个猫 非常明显就是一颗 有看到吗 狗还不容易看到这么明显的一颗 猫蛮明显的 它的脑流大概有1.2公分 所以脑流水脑都有 这也是一颗 猫的脑抽比狗还要好看 非常容易看 所以它脑部确定是有肿瘤 然后心脏第四级 然后再就是 我担心它可能已经有移转到 移向到大脑的绣球区 所以它整个喷鼻血 是不是有转移到鼻腔就不一定 后续一样ACTH一定要验 这是脑脑肝脏肾脏 肾脏 然后你们看一下这一张 这是胆结石 对不对 这边是胆管 我们的胆管不能超过0.3公分 而且胆管大概最少0.36 0.7,0.54,0.41,0.48 事实上这算是胆管炎 胆管炎 你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如果是属于肝后性肝肝 那这个胆管一部分是跟免疫有关 那你跟免疫有关 你的酋蛋白一定要高 酋蛋白一定要高 然后钙10.8 校正钙大概11.9 也算是高值 06.4 所以它球蛋白确定是高的 球蛋白确定是高的 然后白鱼球27,000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氯 氯是偏低的 狗小于107 猫小于117 你要排除这些 慢性呼吸性 减血症 酷症 肾衰竭 有没有使用过绣化甲 就是说你们用绣化甲的人 都要注意去监测0 如果发现氯已经偏低 那你的绣化甲要减量 这是氯偏低的几个情况 要去做排除 然后它的血压 血压 大概收缩压151 舒张89 平均111 心跳大概186 以这个为主 算出来是以这个为主 因为它的脑压不高 脑压不高 然后看到脑肿瘤确定 因为又流鼻血 我们担心已经转移了 所以它的预厚不好 预厚不好 然后开的药也是开艾滋 然后因为E3E'高 Prosemine我们会开 你蛇勾力会开 B-CAM会开 减少初血反应 脑部大概只能开这样子 然后心脏的部分 还要去开一些Sotano 或者是Atenono 都可以 然后肺高压78 威尔庚你要开 威尔庚要开 大概是开这样子 那后续就看它治疗的反应 然后通常歪头 歪头 歪头不容易摆正 它要一段时间 它要一段时间 它应该把猫弄正 然后头歪歪才显示是歪头 这只猫不是躺平的吗 它有点震瞻 抽筋 共计视角都有 所以这是猫的脑流 然后担心有转移 预厚不好 再再一次 你再来一遍 让你们做点 三遍 吴 那 脑倒 二 鱼 鱼 词